香港在过去的三个多月 从六月初开始 其实在街上的一个抗争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地步 在刚刚我过来的过程当中 在新闻看到 其实在大概十二点多 已经出了防暴 而且出了催泪瓦斯 那这个很明显看到警察 香港警察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 在一个闹事当中 在一个星期天完全没有任何的 可以接一下吗 所有群众稳静 麻烦大家停在自己现在的位置 麻烦大家不要移动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明显看到这些亲中 亲中人士 然后右转 你就可以到后方去了 这个方向 麻烦往前移动 谢谢 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亲中人士 很明显就是一个打压跟一个恐吓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那对 这个我觉得香港人面对这种状况是不会退下 也不会因此而被吓怕的 谢谢 我们刚刚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 我们先回 对对我先去处理一下吧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各位媒体记住了没有 加油 好我就在 加油 小心小心在这里 加油 各位媒体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游行前的话 看看有我们时间在另外访谈 谢谢哦 对游行前四点半的时候 大概我们看可不可以 谢谢哦 不好意思哦 谢谢 再见 再见